今日,86证券在银报中表示,由于假货问题严重,86证券下调拼多多估值至96亿美元,这与拼多多240亿美元的IPO估值相比下跌了70%。 86证券分析师Van Vaughan对拼多多的前景表示担忧,他表示,如果拼多多只专注于销售低端产品,那么他的盈利将十分困难。 事实上,该分析师的观点,也得到了一些主流投行人士的支持。 被恩资讯和伙人Jason丁也表达了同样的空点,虽然拼多多背靠腾讯,利用大肆处打广泛的互联网人群,但令人堪忧的商品质量将是拼多多增占法力。 假货严重,商家起诉,拼多多危机重重,一周前,国内财新科技新媒体,华尔街建文,曾针对拼多多平台商品,进行了一次抽样调研,揭开了拼多多低价爆款背后的真相。 根据华尔街建文,针对56款爆款商品的细致分析后发现,除了直接销售假货和山寨产品之外,拼多多平台大量商品以高榜知名品牌的Logo包装和功能等方式又到客户购买。 这篇调查报道很快就引起了舆论关注,事实上,拼多多假货泛滥,已经成为了夜内公开的秘密。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就显示,2016年,拼多多在全国投诉两月区第一位,高达百分之13.12%,在低价和假货的冲击下,一些品牌商的品牌商欲遭受巨大损失,定价体系也被拼多多的低价严重打乱,这也让一些品牌商对拼多多恨之入骨。 这名无音品牌爸爸的选择CEO王胜弟就曾透露,该公司已经委托律师交拼多多,涉及的多项为法问题进行调查取证,并启动律师团赴美,对拼多多拔起诉讼。 一些业内人士就表示,未来拼多多上市后,很有可能会因为假货面临品牌主的法律维权风暴,这也为拼多多的未来前景,蒙上了一层阴影。 老用户流失,新增用户放缓,瓶颈器提前到来,从拼多多招股书公布的数据来看,拼多多的增速正在不断放缓,尤其是新增用户增速,开始出现断崖式下跌。 在假货导致老用户流失,而新用户增速又急剧暴坏的情况下,拼多多的天花板已经提前到来,或许,这也是拼多多急于上市的根本原因。 靠杂钱烧广告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维系,未来拼多多的动力在哪里?拼多多之所以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电商市场快速做到,除了低价诱惑以及生态的流量扶持之外,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拼多多的巨额广告投放,刺激利用户的体验是购买需求。 但是,随着假货问题,愈发严重,靠投广告刺激增长的效果也越来越差了。 上图是根据拼多多招股书整理的拼多多2016-2017,以及2018年第一季度营收市场费用的笔图,其中的折现是市场费用的产出笔,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,借两年的广告投入产出比效果严重。 这说明,在拼团模式早期,拼多多用及低的广告成本,就带动了唐大的流水,交易规模不断作大。 但由于用户的审美激劳,以及假货,造成的复购率低下等问题的存在,投放广告的编辑效率正在不断降低,未来很可能出现广告投入高于营收的情况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